这个单元要教小朋友分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声音 来听听看不同的声音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来听弹钢琴的声音 我们再来听听看机车发动的声音 听到了吗?我们再来听一下敲键盘的声音 这些声音都不太一样 下面我要让小朋友来猜猜看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听听看它是什么声音 小朋友 你听出来了吗?这应该很容易吧? 这应该是 我们都知道这是啸的声音 那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声音呢? 哇,你听出来了吗? 这应该很容易分辨 这个是狗叫跟禅鸣的声音 我们再来听下一个又是什么声音呢? 哇,你听出来了吗? 这是鼓的声音 每一种乐器 不同的人 以及所有能发出声音 物体发出的声音 都有不同的特色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色 分辨出不同的乐器 不同的人 或是不同物体 发出的声音 现在我们先来听听看 这是什么乐器的声音 你听出来这是笛子的声音了吗? 我们再来听听看 下面这是什么样的人的声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听出来了吗? 这是大人、男生的声音 那下面这又是什么物体发出的声音呢? 这个声音比较不容易听清楚 你有没有听到这是小鸟的声音呢?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哪个声音比较高 哪个声音比较低 比如说我们先来听高的声音 好,我们再来听低的声音 好,那我们可以听出声音 有不同的高低 那下面哪下面的声音是高还是低 我们先两个声音来比较看看 先听第一个声音 再听第二个声音 那你觉得哪一个声音比较高呢? 当然是第二个声音比较高了 我们了解到声音有不同的高低 同一种乐器可以发出不同高低的声音哦 并能够演奏出各种旋律的音乐 比如钢琴和小提琴 它会借着波动不同粗细长短松紧的弦 发出不同高低的音调哦 我们先来听听看低音的钢琴声音 我们再来听听听看高音的钢琴声音 我们再来听听看高音的钢琴声音 我们再来听听看高音的钢琴声音 你分辨出来了吗? 他们声音各有高低 我们再来听听看高音的小提琴声音 我们再来听听看高音的小提琴声音 听出来了吗? 他们声音各有高低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小段钢琴的音乐 我们再来欣赏一小段小提琴美妙的音乐 我们再来欣赏一小段小提琴美妙的音乐 所以乐器不同高低的声音可以组合成一首美妙的音乐哦 声音会因为不同的音数而有大小声 我们来听听看哪些声音大哪些声音小 我们首先来听大的声音 我们再来听小的声音 我们再来听小的声音 一样小提琴的声音你有听出来大小声吗? 下面我们来分辨一下哪个声音是大声哪一个声音是小声 这是第一个声音 这是第二个鼓声的声音 你觉得哪一个声音比较小呢? 答对了吗? 第二个声音是比较小的声音哦 声音有高低有大小 那你觉得声音都好听吗? 有的声音会像歌声乐器一样弹奏 像CD播放的音乐听起来非常乐而愉快 这是属于好听的声音 但是也有一些声音不太好听 像哭喊的声音 汽车的喇叭声音 紧急刹车的声音 或一些空罐被拨动时碰撞的声音 听才会让人家觉得很难受哦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不要制造不好听的声音 这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活哦 现在想让大家比较一下下面两个声音 哪一个声音比较好听 我们先来听第一个声音 你觉得哪一个声音比较好听呢? 当然都是就是第一个声音哦 听起来比较悦耳 我们知道声音的高低大小 好听不好听 接下来我们让小朋友挑战一下 如果老师要让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第一个尽量大声说话 这样别人才会听得见 第二个要提高声音说话才能引起别人注意 第三个要发出意义平常的声音 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第四个要采用柔和的声音说话 让大家在安心的氛围中讨论 小朋友你觉得哪一项才是最适合的答案呢? 哇,你答对了吗? 我们应该用柔和的声音来说话 这样大家才可以在安心的氛围中做讨论哦 这个单元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希望小朋友都能够认识不同的声音 我们下个了哦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